大家聽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進行育苗的示範跟實作 等一下會分組下去實作 那我今天講一下 今天早上我們不是有進去白龍的森林裡面嗎 但是這個地方是高山部落的傳統領域 那部落跟村莊有什麼不一樣 部落是小型的國家 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部落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你不要把他想說這部落就只有原住民 部落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知道部落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所以呢 部落跟部落之間就是國家對國家的事情 部落對現在目前的台北也是國家對國家的事情 因為部落有自己的社會的規範 所以呢 事實上在台灣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地方都能夠自己有自己的規範 好好的照顧這個土地的時候 那你今天要去部落跟部落 既然是對等的 是一個國家的關係 就要懂得叫做互相尊重 如果呢沒有互相尊重的話 就會產生什麼衝突 所以呢 在部落跟部落之間 或者是我們對於部落之間 就存在了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叫做尊重 尊重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對等跟尊重 部落的尊重不是跟大小有關係 你只要是部落就是相對的對等的尊重 同樣的 所以呢 這個白龍的森林 我要告訴大家說 既然這是一個布農族高山部落 他們的傳統領域 當你要進到這裡面來的時候 不是說今天你探訪過白龍的森林 下次你就可以帶著朋友去那邊 可能烤肉或者去玩水 要怎麼樣 你進到人家家裡面 既然是 部落是一個他們高山部落的家 你進到這個地方 並不是說裡面的活動不行 但是你怎麼樣 要懂得尊重 尊重要怎麼樣 你去到人家家裡要烤肉 要不要告訴人家一聲 所以呢 你在傳統領域 你要進行的活動 必須要尊重部落 要跟部落講一聲 部落如果說不方便呢 你也不要硬要進去 說這是什麼 這是自由 要尊重 因為這是家的概念 這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能夠彼此的互相尊重的時候 就不會造成互相剝削了 我們如果能夠互相尊重 就不會把核廢料丟到蘭嶼去了 你知道嗎 那用電的人自己要拿一桶回去了 所以 當我們如果出現了一個上對下的關係 沒有對等尊重的時候 最弱勢的人就會受害 最弱勢的人就會受害 最弱小的人就會受害 但如果說我們已經有尊重的這種觀念的時候 當我就以一個白龍的生理 你要進去 要經過部落的同意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尊重 這個是一個價值 當我們價值能夠建立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最弱小的人受到欺負 最弱小的人受到剝削 我就以 蘭嶼為例 如果蘭嶼是一個 跟台北在講話是對等的關係的時候 今天 核廢料要進來 蘭嶼人如果說不要 可不可以進來 就不行進來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 我們就 來到高山部落也是一樣 我們一定要用尊重 尊重其實也可以帶來很多的友誼 也可以帶來很多的合作 但是這是一個價值 好 所以下